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周边永平等四城诗首 皇太极敬为北京 就在这危急时刻 崇祯皇帝得报 四川世袭十柱宣威史秦良玉 率军秦王已到京城 崇祯皇帝闻报大喜 在感叹秦良玉忠勇之余 世姓大发 连写四手玉之事来表彰秦良玉 在诗中 崇祯皇帝很是用了一些轻挑的字眼 如鸳鸯秀礼握兵符 书锦针袍字简程 桃花马上请长阴 尹将鲜血带胭制 丹青鲜化美人图等 按理说 作为一个皇帝给一位女性臣子写这种诗有不庄重的嫌疑 可在崇祯皇帝的心目中 秦良玉应该是极年轻 貌美 忠诚 用兵如胜如一身 穆贵音一般的人物 因此崇祯皇帝既没有考察秦良玉的年龄 也没有顾虑到是否庄重的问题 在激动之余就写了这四手玉之诗 可没想到 在平台召见秦良玉的时候 却闹出了笑话 崇祯皇帝面对的 并不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将军 而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秦良玉 胜于1574年 在崇祯三年 1630年已经56岁了 秦良玉的一生 是为明朝征战的一生 自明朝万历27年 征讨伯周杨英龙开始 秦良玉玉不几乎参与了明朝所有的大战 如太昌元年抵御后金 天启元年救援沈阳 天启二年平定说崇明 崇祯三年救援北京等 在这些战事中 秦良玉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其率领的白丹兵更是成为了精兵的代名词 如果说杨英龙和奢崇明反叛 是明朝的内部事务 朝廷调动附近的石柱土司出兵驻战 还算合理的话 那把石柱土兵用于对外作战 而且是持续性的作战 就是明朝政府的不后道之处了 明朝军队实行的是猥琐制度 即军队是自己自足的 可随着猥琐制度的崩溃 在嘉靖时期 又开始实行募兵制度和猥琐制度共存的方式 这种制度的存在 意味着国家是需要 负担募兵的军饷和后勤补给的 而土司的土兵则不同 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土司 平时的训练和管理都是由土司负责的 不需要由明朝花一分钱出一厘米 即便在需要的时候把土兵拉出去作战 他们所需的钱粮也远没有明朝的正规军那么多 土兵们在身份上属于土司的司兵 非常服从土司的管理 不会像明朝正规军那样动辄反叛 而且骁勇善战 正是这些原因使得明朝政府非常喜欢用土兵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土司都是心甘情愿地出兵的 在明朝中后期的对内对外战争中 也仅有石柱土司和有洋土司出兵驻战过 其他土司要么推诿 要么反叛 像杨英龙 奢崇明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他们自视过高 想要和明朝分庭抗宇的成分在内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给他们不愿意 为明朝政府争调参与对外作战 在明朝政府强征下的铤而走险 相对于杨英龙和奢崇明 秦良玉的行为就显得鹤立齐群 不仅对明朝政府的争调听令即行 而且在很多时候还主动要求为明朝政府效力 这自然就受到明朝政府的欢迎和大力表彰 秦良玉在天启元年就已经是二品官员 并被封为告命夫人 其子马祥林及家族子弟秦邦平 秦邦汉 秦明平 秦一明等也都在军中担任总兵 副总兵 参将等职务可谓是满门中烈 秦良玉率领的土兵 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功绩 也和石柱吐司夏侠的那一支白杆兵不无关系 在明朝的土兵系列里 有几支著名的军队如矿兵 毛葫芦兵和白杆兵等 白杆兵顾名思义就是这支军队的主要武器 是由白腊杆制成的长矛 并且在白腊杆的尾端 安有一个半月形的铁钩 白杆兵在爬山的时候用铁钩勾住山上一切有利于爬山的山式树木 借助钩子的力量快速爬山 由此可见 这支白杆兵最擅长的是山地作战 而不是在平原地带的野战 可是 明朝政府不管那些 每逢与后京作战 总是争调这支部队出战 虽然秦良玉和部下 每次都奋力死战 但是在后京铁骑的冲击下 每次都损失惨重 像秦邦平 秦邦汉都是战死在于后京的那场混合战役中 败于张献忠 秦良玉扫地出兵 崇真十三年 秦良玉迎来了起义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战事 那就是迎击明末著名的起义领袖张献忠 张献忠是明末起义军中最为反复无常之人 他的原则是 越是稍有不利就投降 局势稍有好转就反叛 在崇真十三年的这次反叛中 张献忠联合了罗汝才 趁着清军再次入关 朝廷大军都聚集在辽东的有利时机再次反叛 一时间封烟四起 明朝没有料到张献忠会再次造反 又无力评判 只得派出朝中大员杨四昌出马 意图依靠杨四昌的影响力来主持会角 秦良玉率领的白丹兵此时 就成为了明朝的主力军 连续击败了东山虎赴他天会登像 王光安 罗汝才等一时间身为大阵 可是 在四川巡抚少杰春错误的指挥下 明军放弃显要不守 反而要和锐气正盛的张献忠不正面交锋 如群平一战 四川总兵张令战死 使张献忠从正面撕开了 明朝在重庆外围的防线 秦良玉见识不妙 率领白丹兵为追堵截 可却被势力正盛的张献忠各个击破 三万白丹兵几乎损失殆尽 无奈之下 秦良玉找到了四川巡抚少杰春 提议要再从石柱土司调兵两万 自己负担一半粮草 另一半由朝廷负担 可悲少杰春已没有粮草拒绝 秦良玉在失望之余 只得回到石柱土司 从此基本上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 相比于封建社会制度 土司制度对属下人民的控制程度 还要严酷得多 秦良玉要二次从石柱土司调兵两万的时候 派人拿了一把条肘和一双筷子回去 意思是要扫地出兵 只要是能够拿起筷子吃饭的人 能够拿起条肘扫地的人都要出征 看来秦良玉也是拼了命了 隆武二年 隆武帝朱玉剑派使节专程副石柱 加封秦良玉太宝兼太子太宝贤 风中真吼 同时 永利帝朱有朗也加封秦良玉太子太父 但此时的秦良玉已经老迈 又对明朝宗室门外敌在前 内患在侧 仍然互相轻压地举措伤透了心 虽然接受了他们的任命 但始终采取了自保的策略 再也没有为他们效劳过 清顺至五年 1648年7月10日 秦良玉兽中而死 享年75岁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